正所谓一方有难,八方之远,一直球队缺人,也有不少来帮忙的。 自从重返一甲后,老牌球队帕尔玛就一直不断搜罗有实力的球员补强球队,但因为囊中羞涩,也无力大肆购买球员,好在帕尔玛组上阔过,人员不错,多支球队都愿意帮忙,租给他们球员在帕尔玛练集,同时也力争帮助帕尔玛保级。 昨天,一甲净旅纳布勒斯宣布,两名球员因格莱塞和格拉西租界加盟帕尔玛,这两位球员上赛季都爱租到一甲球队,其中因格莱塞租界效力切勃,出战36场打尽13球,发挥相当不错。 在之前,纳布勒斯已经将两名球员边峰西西雷迪和门将塞佩租界到帕尔玛,其中塞佩的租界比较有意思,帕尔玛拥有买断权,但是纳布勒斯拥有买断否决权。 不仅纳布勒斯,帕尔玛的老朋友国际米兰也够慷慨大方,在之前,国尼一下子将三名球员迪玛尔科、巴斯托尼和比亚比亚尼送到帕尔玛,其中迪玛尔科和巴斯托尼两名新星是租界加盟,而比亚比亚尼则是低价转会加盟,帕尔玛一向是国尼锻炼球员的乐土。 阿德里亚诺正是在帕尔玛踢出了顶级水平后,回到古尼的,另外,帕尔玛还签下了自由球员,葡萄牙老将布鲁诺·阿尔雷斯,另据转会专家迪玛几奥透露,帕尔玛已经接近签下河北华夏幸福队边封热尔雷尼奥,在利用租界、免签、比价买进等一系列方式进行转会操作。 后,帕尔玛已经完成了新赛季的舰队工作,剩下的任务就是在新赛季完成保机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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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